那个准备开始煎下一盘吧 因为我这个很快就吃完了 直接开始煎吧 速度还可以啊 做人要做黄少皇 我是厦门自助王 大家好 我是老胡 今天去吃一个牛排自助啊 点一份最便宜的牛排 然后有七款牛排是免费序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先去看一下哦 准备就绪了 这边最便宜的牛排是59 但是有限时用餐时间是90分钟 所以说等下点牛排的时候 跟他说直接煎3块5块牛排一起煎 我每一份吃得快一点 争取多吃几块牛排 那个费力吧 几分熟的 七分熟 那等会再煎 是不是他不齐现在 没关系我就吃我就吃牛肉 但是我们要要光环有面和蛋都要吃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那那个费力吧 几分熟 七分熟 黑胡椒的 七分熟黑椒酱 对好 然后你那个快一点吧 因为我这个一份牛排差不多两三分钟就搞定了 好 你只要你有速度我没有 OK 那个准备开始先下一份吧 因为我这个很快就吃完了 直接开始煎吧 真分多秒啊 还可以有挺大一份的 还可以有挺大一份的 哇 很嫩 味道还不错哦 稍微偏嫩一点 然后这边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糕点啊 熟食 因为我来的比较早 他这边的话是要五点过后才会 慢慢的准备那些东西 但是我也不太想吃 我就牛排吃饱就好了 这确实是货登驾驶的牛排自助 而不是像别的地方你点一份牛排其他自助 这个是真的可以牛排一直续 Brewing 糖心 谢谢 速度还可以呀 快 速度快 好 现在也刚好是还没什么人了 哦 好 谢谢 谢谢 不要速度快 不怕不回本 很嫩 真的很嫩 非常好入口 胶子夹就可以吞了 嗯 嗯 嗯 老板 准备煎一下下一份吧 我接你朋友们的话还是说 吃完了或者是快吃完了 感觉还能吃的时候 然后再继续加 千万不要说 还没吃完再加下一份 以防万一的话吃不完 杜绝乱备光盘行动 第三份了 第三份了 其实这家我前几天就来看过了 但是他因为老板他有事嘛 然后休息了三天 然后今天他们开业了 然后我过来了 吃到后面的话感觉牛排会有点偏咸 这个的话面要吃完 吃完的话差不多吃完了 才能再继续续 不能浪费 浪费的话可是要赚钱的 已经是第四份了 有点饱了 因为我的话不是饿着肚子来吃的 我中午的时候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了 然后 19期的话吃到差不多两点吧 然后再坐车回岛内 然后准备来吃这个 差不多 4点45日分开始吃吧 所以如果是饿的状态的话我觉得我能 没有这么快饱 先把它切 放凉一下 这个面怎么给我越放越多 我不想吃面的 我只想吃牛排 我差不多是4点40分 开始到店开始吃的 然后现在的话是 5点 41分 然后才吃了50分钟 这边的话可以用上时间是90分钟 只要你 吃的够快 食量够大 你就能再继续吃 我不点了 我吃完这份就可以了 因为我怕再点一份的话 这个粉会吃不完 牛排可以吃的完 所以他上牛排的速度的话还是有的 并不会说 我点一份之后 然后下一份又非常非常非常的慢 然后拖时间这样子的 就是第一个 哇 这真好 哈哈 嗯 嗯 嗯 吃 很好 哇 这个肉分还得不错啊 哇 像香味 师傅 哇 这个肉分还得不错啊 已经吃的很撑了 也准备回去了 那这期视频跟大家说再见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帮助 我们下期见 天天见 拜拜